常常有人說 紙本看物漸漸視為 但我覺得 紙本的溫度與傳遞 是直接且遞要的 未來五年內 這本雜誌要怎麼走 我大概都有想好 所以我不會覺得害怕 我畢業於建築系 因緣聚會之下就接觸到了 古生物策展這份的工作 公司是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每天都會跟恐龍 還有古生物化石生活在一起 前幾年大部分 都在大陸做一些 博物館的策展的工作 很多機會都接觸到 幫別人的家鄉做策劃 那就會想到說 我這麼了解別人家鄉 可是我卻對於自己的家鄉 一點都不了解 所以才猛起而覺得 是不是應該回來 替自己的家鄉 做一點事情的念頭 新莊我覺得跟附近很多城市一樣 被當作是一個過房城市 大家好像都只是回來睡覺 不去上班 反而是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一本地方雜誌 它其實不只是一本書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平台 或是媒介 藉由我之前的經驗 做一個地方策展的概念 我們深入淺出 把它單元化 就很像你在看展覽一樣 一個單元一個單元 慢慢地循序漸進 去了解這個知識的內容 呈現給新莊人 更了解新莊這個地方 我覺得紙本刊物 它本身的溫度跟質感 是現在就算科技再發達 都沒有辦法取代的 每一個紙本 一本一本 交到你喜歡 或是適合的人手上的時候 它的關係是更直接的 新莊燒這個名字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 內涵 故事 意識 可是我們都沒有講出去 就很像很悶燒的感覺 就是我們雖然感覺很無聊 但其實我們內在 是有很多東西想要發揮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燒這個字 是有點契合我們新莊人的一種感覺 新莊燒主要的分享點 目前是以新莊 30多間咖啡店為串聯 透過他們可以像一個聯誼一樣的感覺 去接觸到更多喜歡在地知識的人 然後我們之後會再去辦活動 辦講座 其實我們目前是想要用 比較像是一個探索跟挖掘的感覺 老的故事我們也要挖 新的店家我們也要挖 希望可以有老的記憶 新的事物可以產生 就像咖啡是年輕人最關心的議題 用咖啡來帶齊一個 原來新莊有這麼多很棒的咖啡店 新莊最有歷史最有淵源的新莊廟節 那我們用了比較衝擊性的潮流插畫 來呈現 我們介紹獨立音樂跟搖滾 介紹了新莊的爛泥發芽音樂技 我覺得讓我很感動的就是 到第二第三期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會陸陸續續資訊給我說 他們也很想參與新莊廟的製作 有文案、插畫師、有設計師、有攝影師 像今年我們有過一個計畫 原本是要招募15名夥伴購買請加入 就報名就116名 這都是從看物開始慢慢慢慢發酵 得到大家的信任 才有辦法去做到的事情 我希望這本地方看物 它本身可以是永續經營 我可以培訓很多實習的青年 或是願意一起來製作的團隊 然後一代傳一代 新莊廟可能不止五期、十期 有可能到我60歲、50歲的時候 新莊廟這本看物還在 我們藉由這樣子的過程 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新莊 也認同新莊 知道新莊其實有這麼多 豐富的文化的歷史 那可以很勇敢也大聲地說出 我就是新莊人